一中六点半上早自习 七点早餐 八点半上第一节课 第二节课的课间才做广播体操 但是沈南会早起 他喜欢晨跑 除非下雨之类的不可抗力 不然他每天都会去 早春的清晨还带着寒气 沈南穿了件连帽衫 揣着手机戴上耳机就出宿舍了 不到六点的早晨天还没亮 一片灰蒙蒙的蓝色 沈南走到宿舍门口 就撞见了同样装扮的少北 沈南 沈南冷静地撇开头 揣在兜里的手 疯狂把手机音乐声音开到最大 企图把梦里洗脑一样的 我轩泥给消灭掉 少北看着他 嘴唇微动 似乎想说什么 但是沈南已经走掉了 两人一前一后 来到塑胶操场 这时候操场已经有人了 大都是高三的学长们 有的在慢跑 有的在散步背书 沈南先原地做了一下热身 阔胸的时候一伸手 就啪的一下打在了身边人手上 他侧头一看 是少北 沈南差点骂人 两人同步扩胸运动 同步拉伸 同步预备跑姿势 沈南简直忍不住想抽人的冲动 少北依旧表情淡淡 仿佛这一切都很正常 沈南一把扯下耳机 喂 你 他话没说完 少北已经跑出去两米远了 沈南 沈南瞪着眼 胸腔里怒火中烧 操了一声 心想你压给我等着 然后离贤一般冲了出去 在跑道上慢跑散步的人 只觉得身旁一阵领风刮过 莫名地刺骨 少北冲刺出去之后 步调就慢了下来 他刚调整好呼吸 身后一道进风刮来 少北下意识往内侧让了让 转头就看见沈南 从他身边飞快跑过 还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少北觉得自己 从那眼神里看出了挑衅 少北 少北合理怀疑 最近的沈南有病 然而他也仿佛有病 被沈南一个眼神刺激 居然就这么追上去了 两人算不上运动健将 但是相比同班同学来说 已经很不错了 学校运动会三千米 这种要命的长跑 都是他俩负责的 操场上有人认出他们来 这不是沈南和少北吗 长期霸占论坛头条的人 值得眼熟 少北一直紧跟在沈南身后 两人的距离不超过两步 少北会在弯道的地方 超过沈南 沈南也会憋一口气冲过去 没有终点的长跑 他们一直保持着 仿佛一伸手 就能触碰到对方的距离 围观者一脸猛逼 什么情况啊 咱学校要把冬季运动会 改到春天了 有略知一二的 什么啊 你们没看帖子啊 他俩昨天好像吵架了 有脑洞太大的 没准是在争谁上谁下呢 众人 于生狼刚到操场 就发现往常 散在操场各处的人 全部围在了一起 他愣了一下 走过去 还没看到是什么情况 就听见旁观人的呐喊 沈南加油 少北加油 于生狼 他定睛一看 才发现跑道中 你追我赶的两人 是沈南和少北 他俩也不知道跑了多久 汗水浸湿了两人的衣衫 沈南俄前的头发 也湿漉漉的 粘成一撮一撮 水珠宁在发烧 要坠不坠 像是他的眼泪 周遭的欢呼声 一浪比一浪高 吸引了不少准备 去教室的人 不明所以的人 过来第一句就是问 里面干嘛呢 比赛跑步啊 于生狼觉得 他们心里面 可能在骂神经病 时间拖得久了 跑道上 两人的体力 都跟不上往 脚步不可避免地 慢了下来 沈南保持着第一 喘着气 耳边除了自己 粗重的呼吸 什么都听不见 于生狼追上去 阿南 快上课了 沈南瞥了他一眼 眼睛充血 眼尾红红的 像是用眼线 笔勾出来的痕迹 于生狼说 别跑了 沈南费力地点了点头 回头看了眼邵北 邵北也好不到哪去 离他们的起跑线 还有大概一百米 两人的目光移出极离 下一秒 原本慢下来的步伐 再度提速 于生狼 疯子 周遭的呐喊声 达到了顶峰 随着两人最后的冲刺 愈发高昂 一时间也听不清 他们是在喊沈南 还是邵北 率先冲线的是沈南 邵北直落了半步 于生们爆发出 兴奋的尖叫 啊 沈南弯着腰 手扶着大腿 他知道剧烈跑完 不能躺着 也不应该停下来 可是他实在是没力气了 于生狼连忙来扶他回 教室 邵北情况要好一点 还能自己走 到了文革楼下 沈南看着五层教学楼 发出哀嚎 于生狼内心毫无波动 谁让你大早上发疯和少北逼跑步的 沈南恨恨 要不是他挑衅我 我会这么冲动吗 跟在沈南身后不远处 正要转头去李渊的少北 天地良心 到底是谁挑衅谁啊 继沈南家报 南北一散的飘红贴后 南北赛跑 意欲合为 在短短两节课的时间里 被顶上了头条 这场赛跑 对沈南唯一的好处就是 梦里那个令人头皮发麻的我宣妮 总算滚出脑海了 可是看看帖子里说的 都是什么鬼 什么真公寿 真上下 居然还被赞成了热门回复 都瞎了是吗 不 应该是都嫌得慌吗 是作业不够多 还是游戏不好玩 天天盯着他和少北的八卦 有意思吗 沈南气得心肝肺都疼 课间操 先是全校一起做广播体操 然后各自在操场运动十分钟 必须动起来 沈南别说动了 他连站着都觉得累 旁边的人还当着他的面 嘀咕他和少北的迫事 我还是站北攻 少北七场二米八好吗 什么七场二米八 你是没看见 昨天南哥把人往地上按的时候 背包了好吗 我就没那么想法了 只要他俩在一起 谁攻我都OK 沈南 活动时间结束 沈南拽着鱼生狼三人 现在广播站谁负责 邹梁 高一四班吧 怎么了 一中的广播站 会在饭点和课间操时间里 放点音乐和朗读美文 广播站每个班级负责一周 算是学生的地盘 沈南连本班人都忘得差不多了 更别说低年级 所以他才拽上三个好兄弟 一起去广播站 广播站里 只有一个双马尾的学妹 学妹放着梦中的婚礼 当背景音乐 正在念一篇散文 骤然被惊扰 吓得短促了 啊了一声 沈南大步走过去 温和冲学妹解释 我用一下马上还给你 然后他对着话筒 试音道 喂 听得清楚吗 与孩子清脆动人的嗓音 被少年沉闷的声音替代 所有人都不自觉地看向了广播 少北正在跟宁书兰对数学答案的手一顿 默然抬谋 沈南说 我是沈南 打扰大家一分钟 澄清一件事 在他身后 与生郎三人面面相去 教室里 少北不自觉握紧了笔杆 我 沈南 和李一的少北 不是情侣 请大家在网上发言时注意一下 不要给我和少北同学带来困扰 鸦雀无声中 少北手中的笔咔嚓断了 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